主耶稣的栅物 其实就是说 等到有一天 得救的树木满了 主耶稣就开始审判了 现在树木还没有满 所以主耶稣一直在这个 要我们认真的举丛福音 因为还没有满 现在我们这个广记王路很重要 尤其两句教学 我们连总也在考虑演剧教学 所以将来神学院 尤其在台湾神学院上课 同时 全世界各国的神学生 也可以一起上 那这个 应该是不久的将来 可以实现的吧 我这个网金网的我也是外行 应该是 既然有了 将来也是应该 是可行的 那我 有两年前吧 我到日本去 在东京 他们就告诉我 今天宁恩会 全程转送到中国大陆 今天宁恩会 我们全程是实况的 中国大陆很多人开着电脑 在参加我们宁恩会 我说 是吗 不是 今天中国大陆 很多人在电脑前面 开机 在等我们的信息 我一听 真的这个时代真的不同 老人家永远跟不上我 我们感谢主 所以我是鼓励这年轻人 电脑要多用心 要多学 不是在电脑里面 已经玩电动 不是 是要用在传统的事上 我们多学 这个知识 学完了 将来在这个电脑 网路方面 可以为主耶稣 做很多工作 这是我特别希望年轻人 一定要做的 网路才能够普遍的 因为现在我们用嘴巴传无音 是一种 我们现在用国语讲 有的地方还要欢意 就两种 那如果在网路上就不懂 你那个各国的语言 点点点 然后把它传送出去 一下子可以五国六个国家的语言 通通通通通通来 翻译 所以你看年轻人国 在开会的时候 那么多国家 一百多个国家在开会 语言几十种 可是他们还是一下子就通 那就是翻译机 翻译机的功能 所以将来这个网路上的宣导工作 应该是无言苦见 就是非常的进步 非常的普遍 非常的广泛 这就是网杀网的比喻的时代 所以这个杀网 现在这个工作 我想不是我们这种老人家 应该是这个年轻人的工作 小孩子 这些将来都是杀网的比喻的 的主角 今天坐前面这些小朋友 应该就是这个杀网的主角 你们是主角 这样我们不会 让你们的主角 所以现在聚会要认真 不要讲话 不要打瞌睡 多多的吸收 将来到这个杀网的时代 都看你们 不是看我们 我们也好看 都看你们 我们什么都不懂 将来就是你们 要对主传福音的工作 就在这些年轻人 就在这些小朋友 所以我们也应该鼓励我们家的小朋友 在电脑上多认真 多用功 希望将来在这个网际网路上面 杀网的工作能够多尽一分的力量 那杀网就是把种子杀出去 收网就是收根 网满了就是时针 时候到了 信徒已经满了 那个时候最后审判就开始了 审判就开始了 所以刚刚我们读的圣经说 网满了就把它搭起来 好的坏的把它分别出来 所以将来这个网路上 这个宣道工作 有一天也会起满 满的时候就把它收了 收就是要收割了 就是主耶稣要审判的时候 所以我们现在要赶快的储备 赶快的预备 这个网路的宣道工作 那现在 现在日本的韩国 他们信徒 很多人都在网路上聚会 我跟那五长老 日本的五长老说 那你现在聚会 同一个时间 在东京聚会 那横滨 墨田 大阪 也同时在聚会 我们将来传道人在这里 讲一篇道理 你们全国都听了 那我在大阪要讲什么 不要紧 反正网路上不是全部的 但是很多人在听 那你再讲一遍也没有关系 那我说为什么要这样 要开放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将来每个新徒都不到教会来了 那我在我家里 舒舒服务的 我躺在床上 半躺半座 然后 那个电脑放在前面 一杯咖啡 放在旁边 那我就半躺半座 听你讲道 喝咖啡 也不必去教会了 那教会不是要关门吗 他说没有啦 他说我们这个开放是有密码的 真正需要的我们听它 听它为什么你不到教会了 你要在网路上聚会 听它的理由 因为这个理由正确 我们才把密码给它 是这样子吧 不是说每一个健康的人 通通在家里躺在床上聚会 那将来这个教会要关门大吉 有时候这个网路如果没有控制 也就变成这样子 像东京韩国现在就是这样子 一次聚会全国知道 全国同时在上网在看 那这个如果有好好的管制 应该也没有问题 也没有问题 所以过去对这个傻管的比喻 我们的前辈们都是指着传福音 传福音 单单说传福音 其实那个时候没有这个网际网路 所以我们对这个不太多 那现在看这个网路的发达 我们终于明白了 原来最后的阶段 就是利用网路来宣导 网路的宣导是各种语言可以同时听到的 这个是网路的厉害 网路的方便 所以我们要求主 让我们在这个杀网的时期能够把握机会 能够多学习 等到这个完满了 我们也可以接受主耶稣的审判 我们不怕 所以关于这个杀网的比喻 我认为就是目前 目前已经进入了 全世界很多这个宣物 我们连总也有 这个外面也是很看重 所以我刚刚对这些小朋友 特别交代几句 我们家里面 主耶稣爱你们 给你们家长 我看大家都应该有电脑 要好好地学 好好地用在圣宫上 这样子杀网的比喻 这个就为时不远了 为时不远 因为有一天 总会 网总会满 满的时候 就是耶稣再来的时候 以上 这个是七比喻的奥秘 但是 这个七比喻的奥秘 一再强调 这个是天国的奥秘 所谓天国的奥秘 就是指着教会历史 教会历史 所以我们现在综合一下 把这个七个比喻看一下 为什么这个七个比喻 与别的比喻不同 因为它是在谈教会历史 现在我很快地 把这个七比喻的大肝 再讲一遍 比喻